大家好,欢迎收看龙泉观听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民族的神话故事中 都有谈到关于巨人的传说 那么在史前,巨人真的存在过吗? 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史前巨人 根据正史《汉书五行志》记载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百二十年 在林桃、京、甘肃闽县附近出现了十二个巨人 他们身高五丈,足长六尺 身穿少数民族的服装 共有十二人 同年,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 认为这是吉兆 于是,骁容天下兵器 仿照巨人的形象,铸造了十二尊铜像 按照《汉书五行志》中的记载呢 这十二个巨人呢,他们的身高都在五丈左右 所以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在人类的历史中呢,有半神半人的文化时代 现在呢,认为呢,那都是传说,那都是神话故事 可是如果说半神半人的这个时代真的存在过 那么很多的神话呢,有可能就是人类真实的历史 随着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发掘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 史前巨人呢,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呢,分布在全世界各地 不仅仅呢,是存在于神话之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土耳其东南部的约费雷特山谷 发现了两根长为1.2米的大腿骨化石 经过当地的考古学家和德国的科学家鉴定呢 这是一个身高呢,应该有4.2至4.8米的 史前巨人的大腿骨化石 在瑞士,有一个英特拉肯神秘公园 这里展示了一个7米高的巨人骸骨 是由7块史前巨人的残片复原而成的 它出土于厄瓜多尔与秘鲁交界处 一座被称为神之公墓的地方 在秘鲁纳斯卡平原北部 有一座名为伊卡的小村庄 在这附近出土一种被称为伊卡黑石的石头 这些石头呢,年代非常的久远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与恐龙生活在一起的情况 各种各样的恐龙和人物画得活灵活现 可是,那么古老的时代的人们 怎么可能知道恐龙的具体种类和样子呢 除非他们真的见过恐龙 而且呢,和恐龙生活在一起 另外,按照石头上画的恐龙和人的比例来看 科学家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巨人的种族 他们的平均身高呢,约在五米左右 这些图画中呢,有的人在和恐龙嬉戏玩耍 有的呢,把恐龙作为坐骑 还有的呢,和恐龙进行搏斗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史前,不仅有巨人这种种族 而且呢,他们和恐龙呢,是同一时代出现的 现在科学家认为呢,恐龙呢 是在六千万年前灭绝的 也就是说,六千万年前 人类和恐龙就已经同时存在了 进化论的误区呢,挡住了人类认识历史的真相 对巨人的身高描述的十分精准 甚至壁画中还有对巨人建造大型古代建筑的描述 很多壁画更是描述了巨人和我们这种普通人类身高的人 同时出现的画面 在众多的壁画中呢 有一幅壁画呢,特别的有名 它是呢,巨人呢,与长颈鹿的身高对比图 成年的长颈鹿身高呢 是4.6米到6.1米之间 由此可见呢 这个壁画上巨人的身高呢 应该在5米左右 这些历史的文献呢 和出土文物的发现 颠覆了我们现在科学的认识 甚至颠覆了整个的人类历史 很多巨大的建筑和巨型精美的艺术品 其实呢,是出自于史前巨人之首 这些年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呢 由于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巨人的海骨啊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考古学家呢 和这个科学家认为呢 在古代的一个时期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巨人呢,是同时离开了地球 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 有很少的一部分外星人呢 其实呢,是史前的人类 他们呢,到外太空去生活 那么是不是巨人 也是到外太空去生活了呢 其实巨人呢 是去了一个呢 比人类社会更美好的 更高纬度的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